怎样画出你的那片景 很多人单画一个小东西是没多大问题的 但是面对一堆东西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比如你画一棵树 画一个亭子 勉勉强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想把它们画在一起的时候呢 画面就看着有点生硬 奇怪 你会不知所措 难道画组合就是这样子 一加一加一的不断的去做加法吗 当你学到这里 似乎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一点自信心 几乎完全又被吓退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在你画画时主要是由单一的模仿思维为主导 而没有建立起来画面的设计思维 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你画不画的出来 而不是在整体是否和谐 怎样去学习画面的设计思维呢 设计思维是很重要的 但它又特别庞大 它涉及到一整套平面构成的知识体系 我们很难说可以在短期内掌握好它 今天呢 我会抽取其中一个相对好理解的点给大家做分享 也就是空间感的设计 通过学习好这一点 或许能够让你从单一模仿的观察方式 转变成主观处理的一个观察方式 什么是空间感呢 空间感就是画面中的物体之间的距离感 深度感 为什么空间感的设计对我们的画面这么重要呢 本质上制造空间感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空间感受 这样能够更好的辅助我们去进入画面中去 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例子 如果你想画公园的某个角落 你可能会用这种一加一加一的不断重复的方式去画 虽然你确实画了亭子也画了树 但是这样很难体现你在公园的那种真实的空间感受 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来画公园的一角呢 你看其实手头功夫并没有长进 有长进的是对空间感的设计 你会发现好像自己是可以走进这个画里面去的 比之前更有空间感了 你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的同学可以敲个一 这种空间感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怎么样去设计它呢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向大师取取经 我挑选了一张葛式北在的复月三十六景中的神奈川冲浪里 作为案例给大家讲讲空间感的设计 一般我们看海浪的照片要么是这样子的 它距离很近 你能感受到那个单个的海浪的凶猛 但是你感受不到那个海浪背后的大海的那种庞大的恐怖 或者说要么是这样子的照片 它距离你很远 你能感受到大海庞大的那种恐怖 但你感受不到单个海浪的那种凶猛 因为你观看距离的限制 这两种感受 你很难做到同时在一个画面中去体现 而葛式北斋是如何去解决这个难以两全的问题的呢 首先在这张画中 他选择了一张近景的视角来画海浪 这样可以把近距离海浪的那种清晰感画出来 但是他是怎样同时做到 把大海的那种大也表现出来的呢 这里他用了三种空间设计的手法来表现大海的大 第一个技法就是他运用了遮挡关系来强化空间感 物体啊 他通过前后的遮挡是可以强化画面的空间感的 有远即近的看这张画 我们能看到富士山是在很远的地方的 在这里 然后往前面呢 是一个很高的海浪和右边的这个船 再往前面呢 是左边的这个船 再往前 是前面的海浪和船 整张画面啊 层次是很分明的 我们能比较清晰的分别出来 谁在前谁在后 有了这个前后的区分 那么空间感也被拉开了 然后就会凸显出这个大海的广大了 我们再看一下他用到的第二个技巧 近大远小的对比 通过把近处的物体放大 然后远处的物体缩小 可以强化视觉上的这种空间距离感 在这个画面里面 前面两个海浪虽然看着很大 但你细想一下 它真的有那么大吗 其实真实的海浪 只是比船大了几倍而已 那个远处的富士山 在客观上面才是真正的最大的 但是在这个画里面 它显得很小 客观上面它有多大呢 它的海拔有3775米 是日本最高的山 但在这个画里面 它却要比前面的这几个小海浪 要小几十倍 这么大的一个大小对比的关系 一下子就把空间感拉得很远 大家再看它用到的第三个技巧 虚实对比 通过调整前后物体之间的虚实对比 我们可以很好的强化物体之间的空间感 这种经验 对于使用过相机的我们来说 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葛式北斋在画这段画的时候 他就把焦点对到了前面这几个海浪上面 在近处的海浪上 刻画了很多浪花的细节 而远处的富士山 却几乎没有刻画任何细节 这个空间感 由于这种细节的多与少 一下子就被拉开了 我有说到过 这段画是葛式北斋 《复月36景》中的一张 而在这个系列中 还有好几张的空间感设计 和这张神奈川冲浪里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 用我刚才讲到的前后遮挡 近大元小和虚实对比 这三个技巧 独自的进行分析与建设 分析之后 我相信你会对空间感的设计 有更细腻的体会 为什么要学习去主观的设计空间感 而不是无脑的对着照片进行抄袭 我想通过我刚才的讲解 大家应该有的答案 我的首期相册里面 一直收藏的一张作品 是插画师Lisk的一张插画作品 我觉得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作品传达了我一种 孤独与希望并存的 这样的感觉 画面中通过鸽子的相互遮挡 以及近大远小的这种排列 它创造出了一种 很强烈的空间感 这种空间感强化了 这个主人公 他要走的这条路 是很遥远且无止境的 表达了这种孤独感 同时他要暗示了 这一路上 其实也是有鸽子相伴的 这要同时表达了一种希望感 通过我刚才的一个简要讲解 你能够感受到这张画 在空间感设计上面的绝妙之处的吗 为了让大家对空间感的设计 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 这个鉴赏层面上 下面我们进入到 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实操环节 接下来我会选择 修改三张空间感 很普通的画面 让大家从实操的层面 更进一步的理解 空间感设计的魅力 现在你看到的是三张很普通的话 我想很多初学者 刚学画画的时候 都会这么来画 这样的画面 空间感它是很弱的 接下来我要开始我的魔术了 我会分三步来改造它们 大家集中注意力 看我都做了哪些改变 第一步 遮挡关系 从普通到还行 怎么做呢 我们通过让物体与物体之间 出现一些重合 也就是遮挡 以此来暗示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大家仔细看 相比之前叶子有了前后的遮挡 石头也是 树与山之间也是 通过这样的改变 你能看到 无论是树枝 还是草丛 还是小风景 都有一个视觉上的 众生推进的感觉了 大家能感受到吗 还有一个注意点 在画遮挡的时候 后面的物体的底部 往往是要画的高一点的 而前面的物体的底部 往往是要画的低一点 这个跟透视有关 我很难在这里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对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我之前 做的一个关于透视的视频 经过第一步的一个改造 虽然比之前好了一点 但怎么说呢 画面还是比较单调乏味的 这个空间感还是弱的 为了让画面 更加有空间感 有氛围感 能够把观众 带入到画面中来 我们进入到下一步 第二步 近大远小 从还行到不错 这一步是最初效果的 我们可以主观的区分一下 近景和远景的这个大小比例 近处的物体要画大一些 远处的物体画小一些 这一步相比上一步 前面的树叶 石头和树 都做了一个主观的放大 后面的叶子呀 石头和山 都主观的缩小了一些 你能发现吗 当然如果你在画的过程中 你还能注意一下 从大到中到小 这样的一个阶梯变化 这种空间感推进 它就更加舒服自然一点 这样一来空间感 我们是不是又比之前 更强了一些呢 画面到了这一步 也变得更加真实了 如果你细看 或许你是能够感觉 自己是可以走进这些画里面了 其实到这一步已经还不错了 但是这样子还不够 我们再挑战一下 让空间感变得更强 尝试继续进行最后一步的改造 第三步 虚实对比 从不错到更好 怎么样去做虚实对比呢 我说过 这个有点像相机拍照时候的那个对焦 这里我的做法是 把他们最前面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靠我们最近的那个部分 画得很清晰 很清楚 远处的部分呢 就用简单的轮廓线勾了一下 让它变得比较模糊一点 听起来有点复杂 是吧 别着急 我们一步一步来 首先清晰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理解为 在细节上面你多画一些 像叶脉的纹理啊 每根草的形状呀 树的表面的一些细节起伏啊 都画的比上一步 要更加的多 更加的清楚 相反的 离得很远的地方 你就要主观的去舍弃一些细节 让它更虚 更模糊 以及我们还可以通过把前面这些地方的黑白的颜色对比再加强一点 这样也会让它看上去更清晰 相反的 远处的那个黑白对比颜色 你就让它弱一点 甚至可以让它直接变白 让它留白 让它变得更虚 我们还可以让后面那个轮廓线断断续续 这样看起来也会更加的虚 最后我们再从整体上面来看一下 对比上一步的一个变化 到了这一步大家可以看到画面是非常有空间感的了 这样是能够让观众的视线比较舒服的在里面去漫步 你的视线是不拥挤的 这就是空间感的一个好处 它能够带给人一种舒服的观看体验 能够慢慢的走进去 最后帮大家梳理一下上面所讲的知识 今天我分享的是如何去处理一些组合物体的一些构成技巧 我选择了通过设计空间感来安排与处理复杂的多个物体 而如何处理空间感呢 我通过键上与拆解了格式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 给大家介绍了遮挡 近大远小和虚实对比这三种技巧来强化空间感 然后呢 我借助了贝塔老师的手绘示范 向大家用实践的方式演绎了他们在实操中的运用效果 讲到这里 进度条已经快要结束了 你以为这就是空间感设计的全部了吗 当然不是的 知道空间感可以讲的可太多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运用透视规律来强化空间感 某种意义上面来说 你可以把透视理解成一种有规律的 可以量化的近大远小的关系 以及我们还可以通过色彩的饱和度来强化空间感 通常饱和度越低看上去就越远 饱和度越高看上去就越近 这个是因为空气的阻挡的一个原因 讲到这个地方 可能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同学会觉得 今天的这个视频有点熟悉 这说明你学习的很认真 因为今天的这个知识点呢 我在之前讲透视的那个视频中是有提到过的 我这里关于这个知识点再做一个总结 不论是透视也好 还是今天讲到的前后遮挡 虚实还有近大远小 这些都是制造空间感的技巧 但落实到实操的情景中呢 一张画的推进往往是多种技巧混合着用的 有时候这个用的多一点 有时候那个用的少一点 大家酌情而定 这个具体是怎么个酌情法呢 其实还是要像我上面跟贝塔老师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实验一样 你得亲自去试根据你要画那个东西 你去实践你才会慢慢形成这种手感 这种体感 最后说一点插曲 我在做这篇内容的时候呢 我一遍一遍的去细看了 葛世北斋的这一组《复阅三十六景》 我反复的看 然后不断的发出感叹 因为我平常也会做一些创作 然后我就会看到他做的这个创作 跟自己的进行一个比较 我就会发现 哇 真耐看啊 然后我就发现好的画 或许真的不需要艺术家去滔滔不绝的去讲故事 你仅仅只是去看它 它就会从每个细节都散发着 作者对作品的那种真诚 每个细节都透露的作者是如何利用 有限的笔墨去画出足够丰富的信息的 你学的越多 你能看到的信息就越多 可能只有这种才华与真诚都具备的作品 才会流芳百事吧 我感觉自己的创作之路 又被狠狠地激励的一番 好了 关于如何让画面有空间感 我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想更好的去掌握 可以好好的回看我上面讲的内容 它是值得反复看的 最好是能够跟着它画一画 最后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如果你还有兴趣 来跟我们学习速写 学习画画 这里我推荐我们野望绘画推出的 贝塔老师的速写风景课给大家 这个课程是零基础可以学的 从速写的操作知识 到画面的构成知识 是非常丰富和实用的 贝塔老师不仅是 中国美术学院的本科 和研究生的优秀毕业生 他更是一位经验丰富 也热爱画画 热爱艺术的画画老师 和艺术创作者 期待喜欢速写的你 加入我们的课程 和我们一起来学习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